大家好 欢迎来到酒馆信息的新闻节目 我是老白 人还没点 我是黑云 我是清酒 我是无黑 我是木槳 来 温馨提示 我们这个节目的音频版可以在小宇宙 还有网易云收听 我们的视频版可以在YouTube 还有这个B站可以收看 主要是播一些游戏相关的画面和播片什么的 欢迎大家多多订阅 对 音频版还少了一个Spotify 然后本周我们本来想选了几个话题 但是都被我们成员pass掉了 所以我们这周先不聊话题了 我们就快过一下游戏简讯 主要我们下一场还有一场录音 主要是想聊聊FF7 Rebirth的游戏 所以我们得今天抓紧录一下新闻 首先看一下游戏简讯 VU和3DS在线游戏将于下周一关闭 具体时间是北京时间4月9日晚上7点 玩家仍然可以离线游玩 并且下载更新数据 任天堂早在2023年3月 就已经关闭这两个系统的eShops 这就是逐渐在缩减这些老游戏的服务了 现在 还有一个就是 点照服务去开支了 对 他其实还主要提到了一嘴 就是说这并不代表这些老游戏以后不会玩 所以我怀疑还是要整合到以后 他的任天堂服务里边 没准就以后的机型内置一个模拟器之类的 对 也有可能 假如说这种会员就直接给你 对吧 增加服务了 来 下一条消息 据报道 查询表多次发送这种死亡的危险 涉嫌干扰任天堂业务 目前犯罪动机上不清楚 任天堂去年12月宣布出于安全考虑 取消在东京的一系列的公共活动 原定于Nintendo Live2024举办的喷三和马车8的比赛 将于本月举行 等于说像补一下那次没比赛的那种 当时也是怕公共安全出现问题 他好像是威胁可能场地有炸弹 或者怎么着的 所以当时就任天堂就没有办 包括那个音乐会 也是那个无观众版的 单独录制了 多少点闲了 但我觉得肯定是苦大仇深 不然不会干出这种事了 你就想他是一个政府官员 也不应该说神经病能当政府官员 他也不想 不会收了钱了 做了啥 他查一查 是不是有没有C钱的 20多岁连孩子都没有 是吧 也怪不得说孩子玩游戏 也不玩游学习 是吧 来下一条消息 微软推出了Xbox春季促销 提供高达50%的折扣 组交活动包含1000个产品的折扣 活动也将持续在10月4月18日 也包括那个碧海黑翻 也是33%的折扣 我看了一眼 但现在在Xbox上买游戏的玩家 到底数量多不多 我觉得可能大家还是会对XDP 更感兴趣 说到XDP是吧 我想起木匠了 他把这被盗号搞了一波 做不了了 这个是老毛病了 微软微软那个账号安全 一直是一个问题 尤其是你买过那种 代购XDP之类的 更容易被盗 这书也没买过 都正常续费 我也不太懂 不然就挨了 很怪 但港幅真不便宜 你那港幅真不便宜 1000多港币是吧 对950 也不便宜 要恢复原价 但是太恐怖了 对 申诉 还烦 其实也还好吧 恢复原价就三个3亿的价钱 感觉 还是玩的多的话 其实主要是用在别人身上 自己还 没算虚就虚了 对 你买给自己 可能还稍微能安慰 买到别人身上 反正这个就是 反正我 我看他们有案例 这个找客服是能退的 有及时之损 他说要走一正式上班 来跟我解决 再打吧 很正式的 到正式上班的时候 再给你解决 对 我说什么 反正还是得提醒一下 就各位的账户安全 因为尤其是国内用 网易163邮箱的 一定你注意一下 因为有大规模的 撞库事件 该改密码改密码 该换密码换密码的 还是在意一下 自己的账户安全 是跟163邮箱有关是吗 对 绝大多数是 反正国内被盗号 绝大多数都是网易邮箱 网易之前有严重的 密码泄露 前年还是去年 就是PS那边 那会员 也是提醒我更换邮箱 因为我的163的邮箱 他那边收不到信件 他说建议我 更换其他邮箱 那会我就给换成Gmail了 所以我一直在想 原来163 原来涉嫌过这种 大量泄密 数据泄露 他们那个 对 撞库了 好像这不太得劲 下一个关 玉碧的系列消息 玉碧宣布将约6月11日 举行最新一期的前瞻会 举期本次前瞻会 将在洛杉矶现场直播 带来45分钟的游戏播片 具体详情将进一步等待公开 感觉没出的就那俩游戏了吧 一个 有爆料说会有圈迹封锁三 但不知道 我看到那个爆料不是那细胞分裂吗 那个 幻成余书 那个 对呀 不知道 这个不清楚 细胞分裂这个 一直说 到时候不就放了一个图片吗 一个视频 给你放一个余书 然后告诉你 彩虹六号健康行动2.0 去他吧 说是了了吧 他真的想出什么游戏了吗 悄悄的说一句 超越三二 是吧 超越三二 超越三二 感觉都已经被放弃了 消失了 这个游戏机 太久远了 最后一次消息 就比A3都出了 超越三二还没消息呢 一点消息都没有 那没什么可判断了 除了Red 你就判刺客 新刺客 Red 佐助 毕竟憋了两年 是吧 是 来下一个 育碧已经确认计划 在裁员45名员工 作为持续精简运营行动的一部分 全球 主要涉及到全球出版 和亚太部门的员工 亚太员工 就上海 育碧上海 是吧 还有育碧成都 育碧在中国有这么多点 育碧在中国有两三个工作室吧 上海 成都 还一个 中国还要一个呢 行 反正育碧在国内布局算特别早的了 一波 对 告诉育碧玩家多呢 来下一个是建兴相关的内容 可能是本周比较热闹的一个话题 这个 坦诚这个建兴评论用词不当 法国爱人向shift up全体开发者致歉 事情 原由是由于法国爱人在3月31日的 建兴的报道里边声称 这个建兴 一夫 是没见过女人的开发者所创造的 应该原话应该叫什么呀 就是 是满足某个人的姓屁 我怎么说 这个 就那个意思 反正 就是直求侮辱嘛 对 然后进而引发了玩家社群的不满 之后爱人更在下方 以法文和英明著名的 该文 该片文章 收到死亡威胁 做出编辑修改的提醒 就后来就是很多玩家 发出一些这种死亡威胁 让他们编辑赶紧改 是吧 如今 在该片原文评论文章开头 法国爱人公布道歉的启示 坦证他们的评论 包含了一段令人不悦的文字描述 该段落现已修改 并向shift up 这个公司 开发者正式道歉 同时强调爱人 法国支持爱人的一个独立风部 爱人本部与此事无关的切割声明 爱人与法国爱人切割 直接切割 没关系切割 这事本身就做的就有毛病 那那句话就现在舆论 不管舆论还是什么 就已经是苦这种政治正确很久了 玩家 你怎么能好不容易弄个 看着看着过眼的 那个女性游戏角色 你就出来打两拳 瞎逼逼在这里 他是男的是女的呀 好像是个 尤其是说是个女编辑 那难怪 这个咱不扯性别 咱就咱们说这事 你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那那怎么着 那游戏中有那个游戏中有那种穿的很少步的大只老子 我怎么没看你 那个出来说这犹如男性的那个什么 还说没见过男人的那个 这个就别往下言了 我就单纯很讨厌他们这种就是双标 双标 嗯 也不是双标吧 就是你叠这个游戏角色去跟那开炮 就本身一个审美的东西 你非得把他往丑了作 来满足某些的 也不是也是不好说是政治诉求还是 就是单独的那个阴暗心理吧 总觉得 会不会有人给他钱呢 给他塞钱让他这么干 有可能 产生链的一部分嘛 今天是谁说来着 他道歉的又反复了 是吧 对啊 就今天他到完全之后 今天又个指求骂了 骂的真实 卧槽这个是 这个会不会给他开了呢 不会 不会给他开了 那边舆论风景 不会就保护 就会保护这种 个人看法 但我觉得就是说 他为什么不去 说说电影里呢 就你看拍电影 不是也都选大美妞吗 啊 现在电影 这些电影还有好看呢 你听吗 你看那个 罗密欧与朱利燕了吗 选了个黑的 我也看了 无敌了 就我 那那个小美人鱼 真的 还以雪公主 对啊 现在电影没有好看的 女的老板显得 基本上 看不到 是吗 我觉得都还行 现在欧美的游戏电影 什么的 很难看到 就是你能看到 一个长得比较正常的 那个女性 都觉得哇 好美丽啊 爱丽啊 谁们已经被 强奸堂这种程度了 我觉得 你觉得爱丽不好看吗 还可以 还行吧 是吗 真的吗 正常人 为什么扯到爱丽上去了 他 他 你点他了吧 不明白 真不明白 也不懂 有没有说到过 让你们上期聊没聊 那个 Sweet Sweet Baby 当然聊了 话题 大聊 大聊特聊 你说就这种公司存在意义 我觉得现在80%就是在给大家添堵 对 很尴尬 但是你不 你不做这个就有人告他 对吧 你看就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也就是 日本还有韩国就亚洲这边场上敢做好看的角色呢 嗯 那你欧美非拉不堪的只能让亚洲这边纠正纠正你们审美了呗 是 没必要 行 下一条消息 这个还是关于Shift Up的 Shift Up表示这个剑星这个发布后将获得免费的DLC和新游戏家模式 免费更新还包括主角衣服的服装套装 增加了索尼发行的基础游戏中可用的30套服装 但是第三方IP合作的服装必须单独出手 他还是主要结合了最近龙心2和这个之前哪个来着 哪款游戏来着 反正两款游戏吧 他借鉴了一下 因为很多人很讨厌这种微交易嘛 所以他还是希望能够首发的时候把这些东西都带给玩家 挺好 挺良心 挺好的 也可以了 是 但是 反正日常不老喜欢把那个什么 泳装啊 还有人家把这些皮肤单独拿出来 那个DLC卖 直接自个帮助听出来 他妈光荣 对 法老控 法老控 就这几个 诡计 妈的 传说也这样 对传说也这样 那几个日常都喜欢干这事 日常都干这事 对 就感觉游戏不挣钱 卖点DLC 挣点 挣点 那个 买皮肤 加班费 来下一个新网 动势推出了使命召唤 现在阵争3的第三次免费多人试玩 他具有多人现实 他具有现实的多人 尤其内容选择和对僵尸的完全访问权限 好 这次更新还是 还试玩 现在没人玩吗 我怎么记得有一次 使命召唤还特意举办了一次试玩会 你还记得吗 就是他在美国做了一次直播 邀请了被抽中的一堆玩家 然后来到一个体育场里边 体育馆 做这个直播 试玩 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开直播 那是内册的时候吗 那是内册的时候吧 我记得有一次他做的 那应该测试阶段了 那是测试阶段 内册阶段 他现在这个游戏已经出了 已经出了 就是想玩的早就买了 他不想玩的 他免费了 他大概率也不会玩 他这次第三次免费多人试玩 是因为他那个第三赛季上线了 所以他有一段时间的免费试玩 是第三赛季还是第四赛季 第三赛季 然后这个赛季 我得承认一下 就是他那个黑金通行症的 那个皮肤真的好帅 我没忍住 其实他哪个赛季都很帅 就是卖的贵 我跟你说 这个赛季那个芬里尔 那个狼好帅 我天哪 福瑞柔 对 狠狠地加福瑞控的架 不是我问了 现在战争3已经发烧了吗 第三赛季了 去年 20年回来了吗 我怎么就失忆了 穿越了 对不起 去年的了 对不起 这又是去年的了 对对呀 现在战争2 刚没多久 对不对 现在战争2022 CUD20 穿越了 好吧 年过了 确实穿越了 你看还在玩地平线2 还在玩最终幻想 穿越了 好吧 今夕是何年 明月几时有 八九文青天 来 下一个倒贼之海开发商 在该游戏登陆PlayStation 5之后 详细介绍了该游戏的更快平台功能 已经在Xbox上或者PC玩过游戏的人 将能够将他们的微软账户 链接到他们的PlayStation的账户 以继承他们的进度 唯一的例外是特定于平台的专属外观 例如上面有大型Xbox灰镖的Darkship套装 PS5版本将拥有自己的专属外观 然后目前正在计划达到一款独特的风帆 将在PlayStation 5发布期间向所有玩家开放 这个还是避免Xbox的标准出现在 那你点开游戏那个Xbox标还在 你点开那个Xbox并放大 肯定都改嘛 就改嘛 我觉得应该不会 就发行是不是要改 是这个问题 发行要不改 它这个前方带不带标也是个问题 那我现在在PC上玩局地战兵2 也得整天看他那索尼那个打标 是吗 索尼那个PlayStation Studio那个标准 索尼游戏都有 对 那是它发行的嘛 对吧 不好说 反正 这将是历史见证历史的一刻 如果真有的话 还真是你看老任的标好像也没出现在过其他平台 是吧 老任不上其他平台 老任只有壁垒 对吧 我问问 那个马里奥星院 马里奥那个马里奥风兔 那个带人天堂标吗 是吧 你想到过这个 带 带吧 没有没有开屏logo 但是主界面有任天堂那个 主持会设 但是那个上PS了吗 没有吧 我还真忘了 全平台吧 我记得 全平台啊 不是全平台吧 不是只有NS吗 我应该是PC版啊 还有PC版 有吗 没有吧 他马里奥风兔没有PC吗 没有 查了 查了 我记得马里奥 我没在预备上你看到过 坏了 就那个战棋 是不是那个 对啊 战棋两座 不是纸上NS吗 那好 怎么回事 他掐了吧 我真的一直 我觉得那个 就是我记得这IP 是一个特别包容的IP 所以我就觉得 他是不是上了其他 我印象一直记得 是好像在PC看到过风度 是有风度 但是马里奥 查风度 他就没有 没有这些东西 行 这个比例还是很厚的 即使你跟别的厂商合作 让别的厂商开发 也不会掏出S平台 你不可能在其他平台 看见马里奥的 毕竟风度马里奥 风度马里奥 是预逼上赶的 给人天堂做的 教教我吧 人天堂 来下一个新闻 是关于SE一系列的 勇者斗龙系列 执行制作人三宅友 宣布调职 三宅友此后将负责 监督SE的智能手机游戏部门 据悉尼尔街机缘制作人 齐登杨介正在考虑 接替他的职位 然后勇者斗龙系列总销量 截止到2023年6月 已经超过了8800万份 2021年35周年的 纪念直播中宣布了 5款新的勇者斗龙的游戏 包括了该系列的 第12款 就是正传游戏 主片游戏 本次决定是SE重组的一部分 只在减少 使个威尔埃尼克斯 对外部资源的依赖 为了更专注于 内部开发的3A游戏 然后呢 后面还会有一个系列的新闻 就是最终幻想 发行商 使个威尔埃尼克斯 证明了几位新的执行董事 例如刚刚担任 最终幻想7重盛的总监 这样帮口之术 还是冰口之术 但欢迎大家 这个 就评论区里说一说 那我们这个 还是先以冰口 因为比较 说的比较多 超时宫之轮 以及最终幻想10的总监 北来嘉范 八方旅人和 勇气默示录的游戏制作人 前野之野 也在自自晋升中 晋升为这个执行官的职位 人员之一 这应该执行董事 大概这几个人 可以看一眼 就是新的 好像什么前野之野 这个大家很熟悉了 就是八方旅人 跟勇气默示录的制作人 然后柴桂 八方三还有机会吗 八方三 我真的觉得挺悬的 因为他原来做的那个组 现在已经被那个 叫什么那个 角川给收购了 收购了 他之前那个新闻 在说在做那个手游 已经做了 八方手游不是一人都有吗 还有新的规划 还是手游 你没手机吗 对 没手机 霸者大陆二是吗 可以 还可换 然后这个柴桂正 是去年曾经担任 过去曾经担任过 龙背上骑兵制作人 后来也是勇斗 这个什么 系列 还有这个FF战略版 十字战争作品的一些 参与过制作 后来转去制作 红联之王系列 现在为这个DQWALK的制作人 这也是新生的 还有这个野墨舞制 最终幻想十五 王者之剑的导演 也现在升职了 然后这个 冰口直树 这个不用说了 这个也是参与了很多 大作的 雷霆归来什么的 包括这个 FF12 然后其他还有一个 这个这个人 好像是一个叫什么 冰口 冰田高行 是一个 总快计 对 总快计 人家SE现在就是在变革 他现在 发现最近 卖的不好 都不好 管理层搞一下 赶快搞一下 要凉了 我感觉 有点问题 连iPhone7都卖不动 他换懂事有啥用 制作人 都是执行懂事 他他其实就是想把这个年轻 就是 就是有过一定经历的人 他应该现在回来 替这些老帮菜了 就现在感觉思路都有问题 做了一些不温不火的东西 卖不出去 你说你什么泡沫之星 是吧 我给你Harrie Steyer 收获之星 是吧 然后那个 那个女神 什么女武神的那个 北欧女武神 北欧女神 对吧 北欧女神 然后再给你数一个 八笔轮雨落 他这些游戏就属于那种 就是勇敢的 尝试新方向要转型 然后被拍倒了 但是风吹的你找不到方向 这就叫高情商 懂得吗 很大话 Folseboken 你看我跟你说好几个 他现在属于是 新方向也找不着 然后自己现在有的这个东西 也快守不住了 对 就前无退路 后有追兵 应该吓死而心争了 对 然后下面是一个关于最终幻想7 重生的消息 就是 SE在发售这个重生之中 然后存在一个bug 是白金奖杯无法获得 是那个 好像是那个金铁优乐园 那个吧 里边小游戏 他有一只新人玩不成 对 然后将在下一个补丁中修复 还有一个最终幻想7的重制版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游戏创作曲 可能为这个志宗深夫 因为他们在那个史克菲亚尼克斯 Music频道 他们举办了一次这个FF7重生的这个聊天节目 北来家范当时就直接邀请他们 就说这个 说那个 还有并口直述 就邀请他 说这个 要不要把第三部曲都做完了 然后 只能深呼 因为他本身他现在也不是SE的人了 他是现在出来独立出来了 他说那这是我的荣幸 我将继续为他写歌 我老是说 就是FF7的这个音乐 rebirth的音乐 我是特别牛逼的 我觉得 特别牛逼 我不知道你玩过有没有感受 对 是 一听就带感 是吧 一听那感觉就来了 对 这是不是比16的好太多 卧槽那真不是一个 那是没了比 我跟你说 他没了比 而且我当时就搜了一下 我说看能不能买一个十周年的 不是十周年 就是想去亚马逊上买一个 rebirth的原生碟 你知道吧 大概400多块钱 我看8800日元 就是一个特别版 然后我看4月10号发售 我准备抢一首 看看能不能在亚马逊上抢一张 有逼 因为太喜欢了 八张CD 对 你看他那个陆行鸟比赛的那个音乐 是 然后那个包括那个 就是那个他们那些 那个谁唱歌 尤飞 艾丽丝 尤飞 躺在那里唱那个 尤飞唱小歌 翘克布 翘克布 对 就特别好 我觉得他做的 氛围音乐拉满 我操 真的好多音乐 而且他还原了七把原来老七的那些音乐 全部重新给包装了一下 真的是太不错了 尤其他那个几个主旋律 做点很牛逼 对 这不整个黑胶 不操 再瞧瞧 没地儿播 我好歹买个CD还能放个PS里播 是吧 没事买个黑胶挂墙上 不需要播 他从那个逛街的时候 转到那个战斗音乐的那个切换 特别流畅 特别舒服 对 挺棒的 对SE这个音乐功底 真是比他做游戏强多了 对 做音乐吧 音乐公司是这样的 没什么道理 来下一个 索尼总裁首席云官兼财务官的实时预述 4月1日正式开始担任PlayStation临时首席执行官 吉姆 在走之前拍他肩膀 对实时预述说 提出了建议 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是一家娱乐企业 不要忘记继续为我们的玩家提供娱乐和喜悦和惊喜 他真不要脸 这话说的 他说的 我把理事说真的是扯淡 我说他自己都是4月1号说的这话 他自己都不信 还有B数 是 这时间点也太矫了 赶紧滚吧 他但是现在索尼还在找新的继任者 他们还是在寻找 因为他是临时的 对 还是当初五人书那种 那个时代多好 是啊 我也觉得是 那叫九田梁牧剑 是吗 不对 那个叫什么 那个 忘了当时总裁了 对 就那个 那个也挺牛逼的 当时觉得 就吉姆上一任 吉姆上一任是那黑 是那老黑吗 不对 星星啊 是星星吗 不是星星人天堂的 是吗 那不是苦八 那不是人天堂的吗 对对对 是吗 忘了忘了 忘了上一任那个叫什么了 忘了 也挺有逼的 是那个吧 是姨父吧 对 平静姨夫 对 你说姨父想起来了 姨父 也不想起来的 反正吉姆走了 大家真的很开心 这么好的人都晚了 来下一个 在为世家出售 并成为独立工作室 一周以后 RELIG宣布新一轮的裁员 宣布新一轮 宣布了一轮裁员 该公司表示裁员在 将使其在日益动荡的行业中 获得生存的最佳机会 现在生存压力比较大 其实能减大 现在RELIG 手里没有什么特别 RELIG是哪个来的 水雷吗 对啊 水雷 做那个英雄联那个 对英雄联 水雷 目前手头的项目 应该可能 可能和微软 应该还有联系吗 水雷 没有吧 就除了那个 那个什么帝国时代 是吧 外包项目 对 你说RELIG脑里 确实只有那个2077 好 来下一个 卡普空称 龙之信条2 已经卖出250万份 此次更新意味着 龙之信条系列 目前已经累积 突破1000分的 1000万分的销量 挺慢的 就看看他年末 那个DLC 能不能在Lib销量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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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 对啊 你是不是忘了怪力 我们怪力崛起可是分了三大更新 都不说SBORG了 SBORG起码是个完整的G级 怪力崛起那1.0 2.0 3.0 我倒 本体分三大给你更新完 什么公司敢那么多 要不是卡普通早就喷爆了 卡表 卡表的节奏 比较摄影能力比较强 也就是借两年 生化重置给名声抬起来了 大家都忘了卡表了 忘记这个程度 是 来下一个地狱真人2 在XBOX 3XS上 以30帧的速度运行和动态分辨率 不是动态分辨率别合了 然后人者理论称续作不包含图形模式 震率只能在PC上提高 PC玩家就逼了 我先说吧 我就说嘛 就主机到这个阶段 肯定就是压在最后这机能去做画面了 不过他那个整个画风太牛逼了 做的画质 对啊 就讲你们那4090 对你们那4090玩的来 我估计得跟那个 分不清楚有点是不是游戏了 我感觉到 写实级别的画质 就当时那个温宁传说 那个SBOX上那画质不也敬为天人 暗分局 第二波呢 他为什么不做性能模式呢 他是为了迁就XS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可能 就是他就不做性能模式 绝大多数就是一个原因 做不了 你做了性能模式也60分不了 也顶多40人 我觉得我们可以说到有道理 我觉得就是为了迁就S XSS 因为他不想做两个版本了 也有可能 他因为这两个主机 毕竟差距还是挺大的 但问题就是 他那个XSS和XS 主要还是那个浮点上 有那个性能差距吗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你 降画质降分辨率就能降 实际上不用 我哪怕我能给你做到 就是我给你降到1080p 我也可以出一个一个轰动事 他如果真的说做不了 就是说只能做一个画质模式 那他就是没能力 做那60帧模式 性能就到这 就是那个观点 就是 我这个 就算给你优化到极致了 就是说 但我要保持 我这个一开始的 这个设计预想 我只能给你做到40帧 说明你40帧都稳不了 那我干脆就不做40帧了 我给你弄一个稳的30帧 给你把画质再往上拔一拔 总比你一个稳定不了60帧 然后画面还特别模糊 或者说根本到不了60帧 总比你这个要强 你本身 也就是 擦一次擦的性能就不够用了 他就说 对 又是性能不够用了 他那个 他当时看那个实际眼 是太牛逼了 你根本就分不清楚 这是游戏了 你当时看那个 你看他那个光影打了 卧槽 太牛逼了 这个就是很正常 到主机的那个生命末期了 然后又不出什么半代升级版 那你肯定跟不上了 你这几年游戏游戏的画面是 一代接一代在提高的呀 我十分不想听这句 已经到版本末期了 我觉得这个世代 那美者 这个不得不承认 这几年那个 几个运行 包括光追一发布 那个 就是 我又觉得就是 光线追踪这个技术 一发布 就直接把本时代主机 开始抛开了 对 因为本时代主机 那个 从架构 再说性能就已经 落后主流一个时代了 嗯 这个有点 没道理的 我都没什么用过光线追踪 说真的 我也不懂 我那有光线追踪 我那卡 没有吧 不太懂 有有有 你可是40系 我操4060 太太 是啊 那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开光线追踪啊 我操 20系 你还有DLSS3呢 我好像就没玩过 用皮在玩过什么 光线追踪的游戏 你要真说光线追踪 也就 2077 星空没光线追踪吧 星空没有光线追踪 那我还是错过了 2077我也没有PC版 真对不起 还有就是 503 那个40代版 40代版 那都是主机的 太遗憾了 反正 虽然就是 这话出来 很多人就不爱听吧 但是主机的性能 确实跟不上了 嗯 也是听现实的 我们爱听 30帧 就是30帧 还是要看怎么调教的 毕竟有的厂子 那30帧 调的也还挺 也还挺挺舒服的 你是龙信 你觉得调的好吗 龙信 我又不是30帧玩的 对 你不知道穷人的苦 谁带人玩谁 谁带手吧 说我的是吧 那没主要 骂谁呢 反正30帧这个东西 只能说 还是性能上妥协吧 我能体验到30帧的 什么样的区别了 因为我在FF7的时候 我运用了一下 它那个动态 就是动作模式 就是帧数模式的 我调了以后 确实真流畅 但是我调回原来4K的 画面模式的时候 就感觉就稍微有点 卡顿的有点 就不适感 我能体会到帧数低 给人带来不适感那种感觉了 就不对比 30和60的那个对比 其实特别明显 特别明显 都不说60了 30和40的对比 都是特别明显 行 就真数这个东西 肯定要得越多越好 肯定越多越好 来我补充几个 这个地狱之刃2之后的消息 首先工作室还表示了 本作游戏的粉丝 喜欢更短 更专注的游戏体验 他们将让这段旅程的每一步更有意义 应该是游戏时长已经公布差不多 跟一代一个差不多的级别了 八个小时 八个小时 我就想问问 他从哪知道 说觉得粉丝认为 喜欢更短的游戏时长的 真不是自己找结果 都做不出来了吗 要不就是积番的问题 要不就是他真的是理解问题 凭什么代表我 我不想八个小时就玩玩 是吗 就我觉得就像这种 偏这种电影画质的游戏 我觉得十多个小时是挺合适的 就十个小时 到二十个小时 八个 对我觉得 十五小时以内 我觉得都OK 十到十二个小时吗 你不能太短 八个就 就没老板的意思 他八个小时不够他打一天 那确实 八个小时不够 你想我下了班回家 玩玩大小时 你这能不能撑给我 让我享受一周之类的 明白了 他才50美元 人家也公布了 他49.99美元 他也不是70刀那种的 他就定价50美元 他手把还穿这屁呢 对 是 行了可以了 要求不能太多是吧 对 还有一个关于忍者理论的消息是 联合创始人 探明安东尼亚德斯 已经离开了公司 身兼编剧以及导演的他将不再与Xbox开发商合作 应该是暂时不会合作 应该也不能说人永久不合作 不是永久 这几年有游戏吗 认识理论 说到一个地狱之上了 我印象中就这一款游戏 我不知道其他有没有 这几年好像都没有 你很正常 你就想游戏兵不是也是只做低平线吗 是吧 对 他们就是每一个组都 年座也没做 来下一个新闻 下一个新闻 铁拳系列制作人 袁金胜宏称 年轻玩家对团队这种格斗的游戏 对团队游戏比一对一格斗更感兴趣 因为如果输了 他们的责任就会减少 所以他们认为格斗游戏需要进行变革 多人格斗 三个人塞一块 三为三 三为三是吧 跟那个 两上是吧 对 组队 组队打 对我觉得组队打确实压力小 但是 一个人就 你也可以不用组队打 就一个大地图里面塞三个人 那种 因为你的大地图里面塞五个人 再加一些小兵 再加一些成长和发育机制 在塞连塔是吧 在塞连塔 摸法吗 这肚子是不是有点歪啊 这肚子是不是有点歪啊 他其实 大概说一下 主要还是说什么 就是现在 就是他 可能他意思不就是说 就是你有人可以甩锅 你挫败感 这就可以少一点 因为你一为一 你打播就是只能 认自己菜 对没有逃避的理由 是吧 就不光格斗啊 那个RTS不也这样吗 输了就是输了 菜就是菜 不啊 但是你现在这种 MOBA跟射击团队游戏 不都互相甩锅吗 是啊 假如说你APEX 你假如你死了 说操的没爆点 什么怎么没扫 什么你狗子怎么没扫 你这种甩锅也挺多的 其实本身上来说 但是就是 他这样的话 就是玩家 玩家可能基础会上去 但是玩家 玩家的感受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 什么特别大的提高 他应该只是随口一提吧 毕竟他都说到 铁拳9都在路上了 他最后一做就铁拳9了 我觉得格斗游戏 没见过3v3的铁拳9是吧 他给你出一个 3v3不是隔壁 隔壁全网友吗 不是他肯定指的 不是这种3v3 因为铁拳他不是 铁拳他不是那个吗 他不是场地比较大吗 那种可以横向走的 他可能想再加一个玩家 一个地图33个人 那不就改成 不是例回游戏了吗 这不是群欧吗 那好乱呀 你试一下 不是你试一下 铁拳跟街霸 可能有些地方 他就是不太一样 一个人你想一百来个 连招他妈的 对吧 他打的就不是那个东西 也可能 行 没玩过 不做多品 不敢乱做品家 来下一条新闻 一问新的行业报告 强调了一些数量较少 较旧的视频游戏 对消负者年度游戏的时间 影响力越来越大 NUZOO的数据表明 60%的游戏时间 花在六年前 或者更早的游戏上 我觉得还是 我觉得现在还是跟经济有关 我感觉行业消费水平能力下降 游戏太贵了 都去玩老游戏去了 一个皮巴斯刀 不是你六年前的游戏 你现在恨不得 只卖到一百块钱以内了 对吧 就是你原来的3A 有吧 对吧 卖个890港币 你肯定也会买 打骨折了 再压照这两年游戏 说实话 除了画面上提高比较多之外 其他的和六年前真没什么差别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老游戏他比较耐玩呢 是 我今年一年就玩了不少老游戏 我今年一年 我管五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 年轻人不断的入坑进来 他肯定需要 就是第一可能 对他需要其他的游戏 填充自己以后 没有游戏的时间 那怎么填充呢 对不对 不可能一天出一个 对 也没准玩了系列作 补一补钱作之类的 对 那也有可能 你想想六年前 或者更老游戏 也得勺本上 大表哥2 战神 是吧 战神4 对吧 还有我最喜欢的 神话三部曲 的前两部 怪猎世界 是吧 神话三部曲的 奥特赛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 他这个没什么好 游戏没有出的说那么快 你这个月玩一个 下个月还能玩一个 可能下个月没有你想玩的 对不对 对 有可能吧 我觉得还是消费水平能力 现在下降也有关 包括现在游戏品质 也没有说那么好 还有的选 挺不错的 来下一个信息 模拟人生5 大规模泄露 EA曾在2022年直播中宣布 下一部模拟人生 Project 叫Rena 什么 近日 在Project 游玩测试版本 被泄露 包含游戏地图 玩法展示等等 然后根据数据 挖掘本作的地图 将以巴黎为原型进行设计 在数据中还能找到一些 用于参考用的巴黎照片 我觉得模拟人生 我已经很多年没接触了 4都得发售点多年了吧 10多年了 但是你敢相信吗 4直到 直到现在 4还在出新的付费资料包 和资料片 你是不是合计买一套 得卖个五六千块钱 四千多 之前好像想买的时候 看了这是三千多 后来还算了 这是EA是吧 这就是EA 就 DLC地狱 就没道理 没什么道理 我觉得这种游戏 挺不应该这样做的 你这样会 就你要不就改成一网络游戏 我跟你讲 真的一开始 EA是想把木槟城 做成网游的 然后被骂 被骂回去了 那网游好歹你免费 是不是也不是 外国的那种网游还是免费 免费的免费的东西是最贵的 我天哪 不过 某野人生其实属于那种什么 就是你如果一次性补习的话 那肯定是非常贵的 体验好 对 但是如果你是跟着他 就是温水煮青蛙那一步一步买 其实也还好 毕竟你想一个月花个十块二十块买个 家具 买个主题包 如果你对家具包或者装置包没兴趣的话 你就等他两三个月 大几时的一个大更新 玩法大更新的那样 买一期也还好 你们有人玩过 魔力人生吗 正经自己也好好玩过一点 我玩过好长时间魔力人生 好 玩过三年 你们有没有感觉 老是玩一生就不想玩了 我还是喜欢乌场乌鱼 他就不能种田 畅 你们种田有什么意思 畅 基本上不是说玩到一个阶段就会不玩吗 就是把一个家庭玩美满了 就没美满过 我好像我记得 我得玩到我的重孙的时候 我还那破皮房子 勉强过日子呢 不是 不是喜欢盖房子 就是把一个房子给建火之后 在里面填通家具 那你那是调钱了 然后赚了很多的钱 我接着去 接着去 那个阔房子 然后再填家具 我喜欢玩这种办法 不是你骑士资金很少的 对啊 就一点点 赚钱啊 赚钱啊 赚钱很难 活着都很难 就感觉要干的事特别多 他就有时候告你 你会有一个奇遇 假如说让你去旅行 然后你就去旅行了 回来发现 人生过了 他们三分之一 就那种感觉 活着奇遇应该不去 那你还是要把规矩 规则之类的 稍微改一改的 我一般我开那个市民 不会开那个特别快的 那个成长辅助 要不然那个 一代一代人活的太短了 对 我那一代人就活的巨短 基本上玩个两三天 这个人就挂了 就变成幽灵了 我还得考虑赶紧交配 赶紧要孩子 天天的叫媳妇上床 你玩的这个时间跨 这是节目里可以说的事吗 对不起 不是游戏里 我没 我之前看 就是魔眼神5 好像就 他那个建筑系统 是大革新了 之前看他们那个 吃玩 那个建筑座巨细 行 4K30帧主机吧 不是4K 4不4K的 就是他里边 有很多小物件 你知道吧 就是你可以把那个 桌布铺在桌子上 把那个 边边角角 塞点书架 什么了 你把刀的 对 他那个就 这明显就是骗你买DLC呢 不能这么说嘛 那 那 那 我等会你想想 我怎么给你辩解一下 你别 你可以下帽的 你可以下帽的 对不对 好 来 下一个 来下一个留言部分了 根据笑语称 有关于战争机细6的 第一个消息可能会在 今天夏天发布 那个 在最新一集的 这个什么什么节目中 主要是这个 杰夫格鲁布啊 这是GF Group 这个还是 推特上一个比较有名的旧党 他说的 他说这个 可能战争机细6 有可能快来了 快来了 快来了 上给他 战争机细5 那个剧情 我都不知道他要怎么好写了 重启 又重启 别 求求你了 别重启了 这都这样玩的 不过也真是 时隔好多年了 战争机细 是吧 有可能他不叫战争机细6了 他叫战争机细1 充制吧 行 充制 又 可以 来下一个 据报道 索尼计划举办下个月 下个月举办 PlayStation Showcase 或者那个 Stay Off Play 这也是有Jeff Grove说的 然后他也是通过 内部人是打听到的 多次听说这个消息 然后 寂静2 可能会出现在 此次展会中 行 也该到 去年是4月20多号 举办 我记得 去年 去年的Showcase 但是我觉得去年 Showcase 给人最大印象 就一个龙心2 其他 都特别 惨 你还有印象呢 挺不错 我给你讲几个 马拉松 泡泡之星 全是去年 那个Showcase的 寂静0也是吗 死亡歌浅 我也是吗 对 寂静0也是 死亡歌浅 死亡歌浅是吗 DSR是 DSR好像是索尼这边的 对 然后和微软那边 不是一块 还放了一个 那个什么 对 他恐怖游戏 DQ 不是DQ OD OD OD是去年TGA的 你们怎么都记错了呢 完了 那有机精灵 肯定有到NGS 之前那个 NGS三重制版 是吧 NGS MGS 那是去年 对 NGS MGS 核心装备 不好说 很神秘现在 下一个 这个Seulker Knights 最新爆料 游击兵的地平线3 将需要更长时间 才能公布 然后最后 生还者3的 也不是顽皮狗 目前最首要的项目 顽皮狗的新游戏 会是一个全新IP 我说上次 听到一个爆料 说顽皮狗 现在的重要项目 是要重置一下 那个神海 神海三部曲 然后上个PC 他现在在干的 他不是个移植吧 重置 重置景色 不应该他 主力组去做吧 总不能你 这么多年 一个西红戏 没憋出来 片子组 一整个周期 弯屁股 可什么动静都没有 对啊 有要重置 重置了两个梦 你想我闺女 多大了 她有多少年 没出新作了 你这样去说 是没想到的 换一个新作 美墨2 美墨2 19年吧 20年的 美墨2说PS4时期的了 2020年的 2020年的 是吧 20年的 整个PS5周期 迈米狗一个新东西 都没端上来 没有新东西 你要跟我说 全是重置的话 没有 一个新的都没有 全是重置 要开始辱骂了 他现在说准备 可能破了 都准备出来了 都没有 你爸爸现在还有个 他这个救救党 还有个新爆料 就是说以后 索尼的游戏 不会很早画饼了 他可能说两年 准备临出了两年前 再开始 规划这些东西 开始放消息 PS5上面越来越没游戏完 那没这个 PS5现在不就靠一 失眠组合撑着的吗 是 失眠 没错 来 那就是本周游戏 本周游戏新闻 咱们就到这了 然后我们来看看 下周值得关注的游戏 首先是 由Devore发行的 一个策略 射击的即时战术游戏 叫太阳之子 将在4月10日 登陆Steam平台 这是一个 好像是 那个谁 乌黑比较感兴趣的 是子弹会拐弯 是吧 子弹会拐弯 有点像那个 吃一鸟的飞雷人 他好像是说 对 这个子弹 就是说他怎么飞 因为他这个 全局不是说 有好多的敌人 他这个好像 就是好像 就把敌人要连线连起来 似的 那感觉 一笔成画的感觉 对 这个子弹到了这个人的节点以后 他需要 立即转向 找到下一个 要击杀的目标 然后如果这个击杀完了 还不能停 那意思 就好像在 现实可能就这一发子弹 能不能把全 所有人给干翻 是这感觉 是吧 说白了就是这种连线游戏 我感觉下 反正看他那个片挺炫酷的 挺棒的 说了 米斯达模拟器 就出狂喜 行 来下一个 破碎之路 这是一个后末日角色败类游戏 将在4月11日 在全民态退出 这是一个偏 有点那个 故事叙事的这种的 角色扮演游戏 但是也带了一些战斗要素 CRPG 嗯 CRPG 嗯 澳洲 澳洲的地图 就是 它是1比1还原的 不是1比1 反正就是它是还原的 哦 牛逼 不是它这故事 参考是澳洲的一个 故事 还是说 以澳洲地图为背景 以澳洲为背景 呗 应该是 哦 应该是吧 它故事应该参考不了现实吧 它都是扣心 没办法 参考现实 所以扣心 说被团 澳洲地图被扣到这种程度 你这可怕 不是我的意思 它是不是澳洲有一个 那个小说什么之类的 就是它本土的 哦 那没了解我 不是 而它这个东西有意思的是 它这个善恶系统 就是有一个什么 十字牌的那个裸表 就是你每 你的人的 那个不是善恶啊 那个真不是善恶 反正是你的性格的 虚无主义一些 对对对 它什么虚无主义一些东西 什么之类的 对 它会给你写很多东西 但是就是 你看他 你看下边 明显来有四个颜色 就是你会偏哪个地方 偏哪个地方 然后就地图上的人 就跟你的那个关系 就不一样 比如说你看了他 如果他知道你这个什么样的人 他会直接对你敌对 或者怎么样的 是不是个第四个颜色 有点的位 反正人间打的标签里边 有哲理这个选项 里边就是会想 说很多各种主义 各种什么的 挺牛逼的 挺牛逼的 行了 可以期待一下 下一个 恶瑞般 暗影之族 是一款探索冒险 潜行暗杀游戏 将在4月10日 登陆Steam Xbox平台 我记得这游戏 是不是手法 成这屁 是手法成这屁 Game Pass 服了 服了 对 传GP 牛逼传GP 第一次看这个游戏 好像也是 潜行在阴影里边 好像这个玩法还挺眼熟的 对 你让我想想 你让我想想 有个那个小青蛙 还是小兔子 那个 好像有一个叫荒神 我记得 就 我知道有个那个什么 像葛布林一样 那个什么 暗影什么的 有一个小的独立游戏 是指着 对小独立游戏 然后是 在城市里边跳 是吧 对 对对对 是通过只能在阴影里 进行潜行 对吧 对 只能在阴影里潜行 想起来 是 我印象里 是不是有个叫荒神的游戏 还是什么 也是以这种潜行 在阴影里为主题的 忘了 荒神 我老看 荒神就那个刺客 然后他也是 那个在阴影里边潜行 那这是不是 荒神2能狂战使了 是 我以为是荒神的精神续作 不是吧 我就说玩法反正和那个挺像的 现在 爱影里 对 理念也都是阴影部分可以潜行 这种 可以陷入到地底 还带一些轻的解谜要素 来下一个叫做厉鬼 这件事念厉吗 独立的力 对不起 文猫 来 厉鬼是一款 泪魂的平台动作游戏 将在4月9日登陆 Steam和 PF平台 PF平台目前暂定 但是确认会登陆 PF平台 这是一款 又一A阶段 又一A阶段 韩国的 但那个 动作还挺爽的 看着 而且还泪魂 说是 自己打的标签 不赖我 现在一说泪魂都感觉得找点刺 也有这种 他的这么复杂的技能术 已经开始不相泪魂了 是 就是喜欢给自己贴标签 他没准 不是 他没准 不是武器选择性少 就是武器选择性少 但是他只能通过这个技能 招式来 提高这个 也不对 他这些永远都是叠加的 我感觉拿点 也不能算是 泪魂 泪魂 说的是英和诚 还靠服点 对 对 英和诚 对 可能就难了点 难了点 叫自己是泪魂 我经常这么久 难了点 空洞 空洞提示 也没说自己是泪魂 是 来下一款 最后一款 是一个非套路奇幻游戏 这个名字就叫 非套路奇幻游戏 是一款 奇幻动作冒险类的 这个比较胡搞的游戏 游戏将在4月10日 登陆Steam平台 这挺逗的 这个感觉是有点那种 中世纪 奇幻色的 带着GTA的感觉 就是腐蚀视角GTA的 挺狐逼的那种 感情 对 包括这个 治安官会骑着 那个带颈灯的马 什么的 然后包括你可以 对 我记得还有一个片段 好像是 对 往里边扔指环王的戒指 感觉这个不就是那种 就是 那个中世纪魔幻 刻板印象大大规一样 对 就是那种 都是给你胡搞一些 那个 就是那种 魔幻题材的故事 那些 上一次玩这种类型 那还是玩那个魔能 魔能 连击 连四人连击 对 行 那咱们下面最后看一眼 下周发布会 下周发布会还挺多的 首先是这个 星球大战 网民之徒的故事预告片 将在北京时间 4月10日零点发布 然后同一天的 棒机将在半个小时以后 举办命运2 中间之行的 开发者游戏预览 然后呢 最后就是4月11日 凌晨一点 举办这个 Triple I 就是之前说的 独立游戏大联盟的那个 所有游戏 开发商大联盟 举办一个长达 45分钟的游戏战争会 这个也是 挺重磅的 我觉得是下周 应该是包括 比较知名的那些 独立游戏的这种开发者 现在都齐聚在一起 发布一些 相关独立的游戏 还挺好 是吧 能不能来点 重磅的独立游戏 什么 什么歌二 说不定这次 歌 歌的王二 什么歌的王二 人家把小空洞骑士 二四只鸽草 不行 反正这种东西 我觉得 我觉得独立游戏 还是挺有看的 是 确实挺好事 反正是 对 这场应该是挺重吧 看看这个 这些开发组凑一块 以后准备怎么搞 包括他们自己 可能有没有新游戏 包括他们扶持这些 独立游戏 开发商会不会能带来更好的东西 我觉得挺期待 反正感觉很多 独立游戏 如果能摆脱 很多独立游戏 如果能摆脱那种 规模太小 或者找不到发行商 这种困境来说 真的能做出很多 很不错游戏 对 我觉得这个还挺棒的 期待一首 下周一起看看 那咱们本周节目就到这 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